美国正式向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入口关税 之后马上宣布受影响的美国企业可以申请欢勉 目的是为贸易战降温,中国该如何反应 也同时降温,特朗普的确是非常不容易应付的对手 谁也不知道特朗普何时会真的推出他所说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计划 也因为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 估计投资者依然会很谨慎 每一次炒高必有人趁高离场 小米180上市后,先是跌破上市价 之后是出现炒作,有大行出报告说可以升至30元 雷军更是在上市第一天上说要让在上市首入买入小米股票的投资者赚一倍 于是第二天就出现了炒作 我在上市曾经建议此股可以小额买入 长期持有,所有的独角兽股都可以如此处理 即小额买入 长期持有,小额买入的目的是可以多买几只股票 分散风险 然后寄望将来有一小部分可以变成另一只腾讯700 也只需要一小部分变成另一只腾讯 回报经人,愚者就算沉入水底也无所谓 我们没有多大的能力预知那一只独角兽股将来会跑出 因此,小额投入大包围 每一只都买是最有效的方法 昨日恒子走势真令人难以触摸 开始时 跟随美股高开 之后跟随内地A股下跌而回调 午后A股反弹 恒子再扩大升幅 A股收市后 恒子竟然无力守住升势 收市时变成微跌 如此升升跌跌 炒恒子期货如同赌博 我们也不必太着重恒子的升跌 应该继续持有避险股 旁观恒子升跌 除了避险股之外 比较进取的投资者 可以考虑掌实1113 这只李嘉诚不断买进的股 随着中环中心的出售 掌实今年的利润将会是大丰收